哇,鼠尾草,索一索,书筋活捞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之前我有讲过鼠尾草的功效 我再详细讲过,原来鼠尾草不单止可以淨化水晶 还可以有其他用途 我再讲一遍如何淨化水晶 一般小尾草,你不用常卷的 例如一两枝,我们点着它 我们不用用火炎,轻轻拍拭它 现在有很多烟,接着就放在鲍鱼壳 水晶手链放上去,烟草大概一分钟 再反转它又一分钟,这样移动它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其他功效,那有什么功效呢 譬如头痛,或者觉得很不顺利,很黑仔 好了,那怎样呢 我建议大家用整支的,整支过 在自己的头顶上面,是逆时针转 逆时针转的,坐在这里 当然要小心点那些烟,那个火焰就不好了 不要要那个火焰就是烟,转多久呢 大概一分钟左右 好,ok,接着在自己的胸口位,都是这个呢 一分钟,是逆时针 ok,这样,自己要小心些衣服,不要烧着它 ok,一分钟 好神奇的,我有很多人客,朋友,他们试过 真的头痛,吃了药都帮不了 我跟他说,在头顶上转一分钟 好神奇的,就很快不头痛 为什么呢,有时候能量你肉眼看不到的 很多或者是所谓的不好的,我们叫气场 好神奇的,这个水尾草呢,非常之好用的 那你转,即是说,把它弄走 那还有,ok,如果是家里觉得不太顺利 觉得好像,肯定是那个气场呢 你会觉得灰灰暗暗的好了 你又是一样,点着它,不用要火焰 在烟,沿着牆边,逆时针,ok 这样,一路摇下,逆时针,ok 好了,反过来,去到大门呢 就跟着掃它出去,这样就完成 但是记得大家一样东西,我跟大家说 剩下,刚才说了,剩下的灰呀 这个也是,你可以放在这个包月壳那里做 也都可以,剩下的灰呢,最好就不要留在家里 即是你临躺之前呢,把它包折好它 当然是要小心啦,不要围留火种啦 用点水整熄它啦 跟着,连连那些污脏东西,一起丢出去 原口,不要留过夜,这样就可以了 7月份的课程呢,一出呢,很快就爆了啦 那未来的8月份的课程呢 你们很喜欢的清洗班,能量祝福班呢,又有啦 如果今次想报名就快点啦,看看下面的链 按进去报名啦